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以及看看訂閱狀況和網民影片出部剩下的沙拉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也希望大家幫忙 將直播節目和志龍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多謝Ray Lam和Line King 88 的支持 多謝你們 一說一下 在內地的一些消息 其實內地現在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退居二線 什麼叫退居二線? 本來住在一線城市的人 就走到二線城市那裡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整體經濟環境不太妥了 整體經濟環境是不是真的不太妥? 這個我遲些會解釋一下 但是樓市很多地方都不妥了 為什麼樓市不妥? 其實 現在大家有一個很慘的現實 就是有一個戰爭預期 這個戰爭預期 就不是中央製造給大家的 有些人說是中央搞出來的 這個戰爭預期 其實戰爭預期這件事 很多都是自媒體搞出來的 也是有些地方的官員 去搞出來的 這次我回大陸 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人 不同階層的人都有 當然有坐的士 很多的士司機 這次坐得比較多的士 這次是 聽到的士司機當然有趣 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些留待遲些說 看到的事情就是 現在普遍的情況就是 很多人都出來說 現在比疫情更慘 疫情其實 反而比現在更好 其實這個我已經說過了 有很多人打算開放之後 就說經濟一定會回復正常 其實是沒那麼容易的 現在更多了一件事 這件事根本是 民間有部份的人自己搞出來的 就是那個戰爭預期 你有戰爭預期的話 其實 首當其衝的一定是樓市 這個戰爭預期 這件事根本 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央不斷強調 就是台灣那裡 最主要是 是要和同的 中央出來說很多次是要和同的 而 民間不斷都有人說 不是現在要馬上打 還有一些有名有姓的教授 人們一看到就會認為 這些有名有姓的教授 你也讓他們這樣說 那一定會打仗 這個戰爭預期 現在在國內很普遍 當你有這個戰爭預期 我告訴大家 實體經濟是很難好的 你有戰爭預期的時候 為什麼實體經濟是很難好的 你不是軍工聯合體來的 現實是 如果你是軍工聯合體的 就是搞軍火的公司是私營企業 搞戰機的公司是私營企業 搞軍備的公司是私營企業 你就可以 在私營企業那裡賺到的錢 就是在市場那裡流轉 現在你不是 你搞軍工那些全部都是國企來的 沒有上市 後來有一點點上市 但是不是 主體是沒有上市 其實就是 你製造不了大量的財富 去令社會不斷轉下去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說了 是要和統的 其實 還有 太大部分的經濟 都是跟外貿有關的 而你愛貿主要是跟歐美做 到現在也是 有些說我不是跟東盟那些做 那些只是繞圈的 這是現實來的 那好吧 說了這麼多的背景 今天再說一篇文 那篇文其實就是 也是在上個月中的時候放出來的 但是真正火起來 就是這個禮拜左右 火起來 就叫做 我們小區房價跌到39萬 歡迎大家來天津母青和我做鄰居 其實 武青是什麼地方呢? 天津母青 武青區是什麼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是很近北京的 很近北京 駕車去北京國貿 如果不塞車的時候 是40分鐘而已 是很近的 就是比較 這個 燕郊 或者燕郊這個地方 其實 還要近一點 現在當然 他們說跌到這樣之後 這個京津企的房價肯定要猛漲 這是後疫情時代 為什麼 後疫情時代最初要猛漲 其實是沒有猛漲的 告訴大家 就是一開始解封 就是2022年12月底 到2023年1月初 就是解封後 就是自由行動 他就叫鄰居一起去 就是有一個人 叫他去天津買樓 當然 那時候如果是天津買樓 現在都死了 現在都跌了一半 現在都跌了一半 差不多一半 本來 就是天津那些地方 17年的時候 他們的樓價 就是 140萬左右 就是近北京的地方 140萬左右 高峰的時候是860萬 因為是819年 高峰是 結果 疫情之後 最初 那些人賣出來 就不夠70萬 但是不夠70萬 是還有一跌 到現在是三十幾萬 其實是 現在 在天津這些地方 樓價是越來越便宜的 很多米 其實 其實 那棟樓根本就是 在北京隔離建的 基本上就是 屋苑隔一個樹林 就是通州區 還有是正規 70年的 大產權小區 就是 你買了之後 可以下戶的 不是那些 40或者50年的 雙住兩用房 是正規70年的 那些 當然有人會問 那篇文我不會全部讀 我講一些重點給大家聽 有人一定會問 就是 這個小區 房子這麼便宜 是不是環境很差 配套不齊 或者地理位置很偏 其實不是 你可以查一下那些小區 首創 京南半島 或者是 武清 梅洛卡小鎮 其實來北京 就是一河之隔 其實就是 在契莊的核心區 只要半個小時就到了 開車去 北京國貿 不塞車 40分鐘就到了 其實就是 那個環境不錯 就是小區的環境 有噴泉 有綠花 有充電樁 那你開車出入小區的時候 其實是有保安敬禮的 其實是 還有周邊學校是OK的 那物業管理是什麼呢 就是碧桂園 搞的 周邊它有超市 飯店 街市 藥店 理髮 電器 基本生活基礎 是所有都有的 還有呢 有戶外大閘 就是什麼叫戶外大閘 北方也很流行 開車去買菜 戶外就是去戶外大閘買菜 一買就要買 譬如買白菜 就是大白菜 他們叫做白菜 我們叫做黃牙白 是一買就買十幾個的 戶外的 還有新鮮的水果 其他的 就是買蔥 可以買一大閘 那些 其實 房價就真的很低 是不是真的不能發展呢 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 在京津企的地方 就是在天津武清那裡 其實是有發展區 附近是有 那些什麼 人工智能 大模型 大數據 其實就是計算中心 所以 是不是很差 又不是沒有發展 還有 中國電信 搞 高等級的智算中心 也是在那裡附近搞的 聯通也是 還有這個 人民日報 人民網 那個人民數據 就是 那個 大數據中心 也是在那裡附近的 哈哈 還有就是 武清 京津工業園 也是會發大來搞的 其實現在的人都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房子會跌這麼厲害 那我就再說一次 其實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的看法 經濟是一般的 還有最傷的就是 那個戰爭預期 那個戰爭預期 你沒有辦法 就是完全撕掉的話 你也要撕掉一大部分 如果你不撕掉的話 這個根本是沒得搞的 那個現實就是 Ranking88 就是沒有什麼比戰爭更恐懼 是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也感謝Angel Leap 你的支持 多謝你 其實整件事是很誇張的 那麼 Freder Wall說真的跌到血本無貴 其實不只是 就是 天津是這樣 北京的房子也跌了很多 尤其是 三環以外 其實房子也跌得很厲害 就是在北京 但是那些人也要退居易线 就是為什麼要退居易线 因為 其實賺錢難了很多 就是那個現實就是 現在 疫情之後 是沒有辦法回到疫情之前 這個國內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 你經常都說香港沒有的 國內又說好的 我說 我也說過事實 國內 就算是這樣的情況 也比香港好 不是啊,那些房子跌得很厲害 是啊 那些房子跌得很厲害 但是 我認為國內的房子是跌凸了 香港就還沒跌完 其實就是 我的判斷就是這樣 Camp St. Lou就說 北京跟天津中間兩頭不到岸 是啊 現在就是那些兩頭不到岸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房價是超級抵的 就是我告訴大家 因為那些協同發展 是不會理會到那些 實際上的地方 就是我講的現實 那些人是趕回城市的中心 為什麼我之前有提過 就是 大灣區對香港未必是好事 尤其是那些什麼北部都會區 對新界那些房子是不是好事 我之前也說過 未必是好事 未必是好事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看那些協同發展 在國內的協同發展 就是經津企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一提到經津企協同發展之後 實際上就是所有的發展都去了北京 就是去到最厲害的城市 去吸收所有周邊的資源 好像一個資源黑洞一樣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有留意經津企一席的發展是怎樣的 天津不是沒得搞 河北不是沒得搞的 就好像洪安那些就有得搞 就是你有國家道向的 那些地方就有得搞 實際上就是 市場道向 是一定走去最大的城市 結果就是這樣 現在當然是有如意算盤的 但是香港 特區政府一定有如意算盤 我們搞大灣區 那些錢和所有的東西都被淹落 我們香港那裡 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 實際上大家一看就知道 香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實際上已經不是這樣了 你看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CampSignLow說 我最近也上去維州看看樓 有深圳地鐵到香港看醫生科別 其實 你貪便宜的人就會住 那些兩個城市的中間地帶 貪便宜的人就會住這些地方 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 你想著 自己的城市夠大 可以吸收到周圍的東西 香港的如意算盤就沒有了 我講的現實就是 那 天津他們的樓價也下跌了很多 不只是北京下跌 天津也下跌了很多 北京核心的地方 當然他們不會怎麼下跌的地方 但是周邊的地方其實也是下跌的 現實就是這樣 那 《輝日日類秘密公道》 一搜尋大紀院唱衰天津流氏 其實 你不可以說是唱衰 事實就是 下跌了很多 你說唱衰不是真的唱衰的 現在大紀院所說的那些事情 有一部分是不是真的 我也跟大家說 有一部分是真的 衰腾經的就是為什麼台灣樓市反而是升不怕戰爭 這件事情可以仔細分析一下 為什麼台灣不怕打仗 你不是嚇到他們會打仗 其實台灣方面 他們一直的人 都認為兩岸是不會打仗的 而且每一次軍演之後 我說過實情 每一次圍台軍演出現之後 他們的信心反而是大增 是不會打仗的 現在有些事情很有趣 傷的就是傷大陸 而且 因為中央說話是沒有人相信的 其實是 現在在大陸出現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 中央已經說了 說 要和統 但是 那些人是不相信的 我說過現實 真的不相信 那些人 那Camp St. Law就說 現在深圳都吸收了中山東莞和衛州 因為深圳做了一個基建佈局 其實是 其實現實就是 現在你舉的例子 就是中山東莞和衛州 這三個地方 只會變成深圳的瑞城 我說過現實 那些人全部都去深圳上班 他們的基建設計也是這樣的 你留意一下 那些人在深圳上班 在東莞睡覺 每天晚上都回到東莞 每天早上去深圳 其實他是這樣的 這是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看到粵港澳大灣區 其實香港的位置是很偏僻的 嚴格來說 唯一的出路就是聯通國際 所以國家就給了八大中心的定位 香港 但是你看到香港是做不到的 現實是香港是做不到八大中心 如果你看到天津的情況 那些房子會這麼便宜 天津應該都是出海口 但是天津那裡出內海的 嚴格來說 那裡就不是叫內海 那裡如果是國際法來講 渤海就是中國的內水 不是海 渤海是內水 那你想一下 其他地方會怎麼樣 好,糟糕 那BIGFAN關就說 前天去北上消費 花了三千多元 這輩子在香港也沒試過這麼好 你覺得東西抵抗了的時候 你沒有了防備 人是這樣的 你覺得東西便宜 你又沒有防備 你就會不斷地花錢 那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花了三千多元是正常的 在國內是 因為你沒有了防備 你覺得國內的東西都是便宜的 哈哈哈哈 那梁家文就說 香港人很矛盾 香港樓市高 沒有錢上車 市跌又說經濟不好 其實是想起還是跌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還沒跌完 為什麼還沒跌完呢 因為八大中心是做不到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已經看到了 這個八大中心 這個定位是國家給你的 你是做不到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看看新聞出來說話的官是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課釋 你就知道 都是爛弄的了 你都是爛弄的了 哈哈哈哈 我講過的現實就是 那... 先說到這裡休息一會 就是天津那裡值不值得去 現在再說多一點 如果是... 你是有一點點資產的 其實我是建議大家去中國的北方 中國北方有一個對香港人很有優勢的地方 就是... 香港那些壞事 北方的人所知甚少 哈哈哈哈 上海的人都知道得多 一線城市就知道香港那些事情 但是... 我這次看到的事情就是 中國北方二線城市 根本就是不知道香港那些壞事 但是完全不知道 哈哈 不知道香港那些壞事 你就有機會了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現在看到很沒信心的 你想想辦法 你... 有些人當然 對國內沒有信心的 你做BNO 我都覺得這沒什麼問題 我也說的 現實就是... 如果見不到有前景的 或者真是出現一切的 留在香港也是等於拿縱援的了 慢慢地撕下撕下撕下撕到拿縱援 撕到拿公屋的 你倒不如拿完整塊錢 整個人走上北方 因為現實就是不會花很多錢 因為你全部有數計算的 你去北方 就算不買樓也好,你租樓 現在租便宜得不得了 在北方的一千多元也租到一個地方 一千多二千元也租到一個地方 那你用不著在香港屈體呢? 你是沒必要這樣做的 有一點點錢,其實不是完全沒有錢 衰藤經一問,支付寶可不可以扣香港人民幣戶口 我不知道 支付寶可以連扣外國Visa都可以 可不可以扣香港人民幣戶口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沒有搞過 封繼續吹,你看叉燒 就像平行時空一樣 在他的位置,他一定要唱好的 不過他有些事情 當然是偏離事實太遠 你偏離事實太遠 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香港有人相信,是你們不相信的 哈哈哈哈 即是你們不相信,是偏離事實太遠的事情 香港很多人都沒所謂的,根本事實是怎樣的 他根本不在乎,我講的現實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香港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好了,這些是不是機會 我覺得是機會來的 在這些地方其實是機會來的 在國內其實是機會來的 即是如果你沒有錢的人去BNO祖國就死定了 你去BNO祖國的話,為什麼會死定了? 你去BNO祖國的話,為什麼會死定了?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BNO祖國的東西不便宜 就是你只有一塊錢,你去到未必找到工作的 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錢是慢慢撕的 如果你慢慢撕的話,你不如在大陸撕,是不是?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衰藤經一就去BNO祖國做一下 外賣制也不可以做的 你不要以為還有,這些之前有而已 現在沒有了 現在外賣都難做了 衰藤經一,不是這樣的 現在你去做外賣制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要早上要入京去做的 如果要做外賣制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要紮一皮的話,你在北京做外賣制也會很辛苦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在香港做外賣制也有三萬 我也說了,如果你肯做的話,你在香港做外賣制也有三萬 之前最初有三萬 那些平台一多 實際上 最初的時候就不會影響外賣制的收入 但是當平台全部打走弱者 之後就會令外賣制的收入暴減 他一定是這樣的 好吧,算了,休息一會吧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休息一會吧 我們在讓你們知道 我 sharp講最多了 一蹈的十分 pastry 走車 使用餐廳打鼻子 我才能夠玩 我買你 也要買你 我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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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買你 我買你 我買你 你就買你 我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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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